Layu聊四季 天梯龍心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來看馬薩爾人對上馬來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 馬來步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 是選擇了馬薩爾人 馬薩爾人他的特殊能力是可以一擊必殺野狼的部分 而且他的斷刀技術是免費的 所以到了帝王世代也會自己自動送三攻 所以馬薩爾人封建世代打落馬 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選擇 那馬薩爾人他的缺點就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經濟來說會比其他的文明更差一點 但是他後期有強大的反驅攻 可以讓馬攻變成重裝馬攻之後 變成射程跟攻擊力最遠的這個重裝馬攻 所以馬薩爾人來說 比較還是偏向打騎兵路線還有這個馬攻路線 衛兵路線有點廢 沒有這個三級的步兵的板甲 所以防御率會弱了一些 那馬薩爾人來說還是比較適合 打這個前期的弱馬快攻 然後斬這個馬薩爾標騎兵或是馬攻 都是很適合馬薩爾人的 好那接下來來看一下馬萊人 那馬萊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升級時代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而且他大部分的時候是可以打強弩的 但他的弱馬部分是比較弱的 沒有三級的馬卡 點二級也沒有 那品種也是沒有的 所以他騎兵單位是比較弱的 但是他的大象呢 又是這個遊戲裡面折扣最多的大象 我記得好像可以到四折吧 四折大象 那馬萊人大象這個能力 所以比較常見到在帝王世代採用這個毛相夫 因為毛相夫即使有四折的優惠 但是價格還是不是很便宜 那馬萊人的話 除了價格不便宜啦 然後又很容易被針對了 還是要補充一下 不然又有人要誤會了 那馬萊人的升級呢 是要打快一點喔 才可以打出這個經濟差距 因為他升級速度很快嘛 所以剩下來時間可以多出幾隻村民 這就是他的經濟加成 那如果是海戰部分的話 他有三倍漁網 可以讓魚吃得更久一點 那馬萊人的話 後期主要是打大象 還有步兵 還有弓兵為止 因為他的步兵呢 是有免費的 步兵的鎧甲技術喔 免費送的 所以要轉出這個 這個馬萊勇士喔 或者是這個 其他的步兵單位喔 都是非常適合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我們現在看到地圖方便的是 下方喔 是有一塊組金的 上面有果汁喔 那左邊的部分呢 是有個小巧的高地 那這個高地會比較危險一點喔 那如果可以把這邊插一根城堡的話 對於馬萊人防出來說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下方可以圍一下 那如果稍微小圍的話 可能就是這樣子圍過來 然後這邊小圍 然後這邊就直接圍過來 然後靠這邊TC連防之類的 那不管怎麼圍喔 都還是需要耗費大量人力去圍家裡喔 所以馬萊人呢 他這邊地圖其實並沒有很高分喔 而且有一塊附近也在前面喔 只能說是四五十分吧 不能到合格 因為小圍的話 也是要花非常多資源去圍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馬薩爾這邊 馬薩爾這邊的一個地圖 看起來還算OK 正面的部分喔 這邊再稍微往下圍到底就可以了 當然也是要跟馬萊一樣喔 就是要圍很多地方才可以 那正面的部分的話 可以小圍喔 稍微圍到底 當然小圍的話 金礦可能會被騷擾到 可能還要試情況喔 投資一根劍塔在這個 主進的位置喔 那附近的部分呢 是在下面跟上方喔 所以其實也沒有很好 也大概是四五十分的地圖分數喔 因為果子雖然在後面喔 但是要注意到其他的情況 所以可能不太好 那這種情況的話 通常都是要小圍喔 不能圍太大 可能圍太大的話 可能金礦就會爆炸喔 好 那我們來看到這邊馬來人喔 棒棒已經出門了 那馬來這邊果然是選擇一個小圍 兩邊都是把主進 遺留在外面的一個圍法 好棒棒要撞TC了嗎 哎呀 撞TC 當然 直接用個V刃 閃掉了箭矢的傷害 好 這邊棒棒反打了一下洛瑪 血量稍微降低了一些 但還可以打 這邊還有槍兵 棒棒洛瑪 四種 四個單位的組合 那馬札人呢 這邊要趕快喔 去產下自己的射箭場 然後趕快守住一下主進喔 看主進可不可以趕快 拉三隻或四隻的村民喔 去趕快挖金礦 轉出弓箭手 那他這邊是沒有打算這樣做的原因 是因為他這邊我們開頭講到 馬札的弱馬前期喔 攻擊力很高 哇靠你差一刀沒砍死 哇這個太虧啦 謝謝馬札人 我們並沒有第一時間去下射箭場 事先出了一些肉馬 好這邊肉馬直接撞城鎮中心 剪掉了一些血量 那馬來這邊呢也是趕快 補了槍兵喔 但最終還是沒有死到任何一村 這個馬來防守還做得不錯 而且棒棒確實有騷擾到了 馬札爾這邊 馬札爾這邊金礦一直被控制住的 但是他的槍兵已經被射到 然後剩下的單位都殘血了 待會再用大量弱馬直立壓過去就可以了 那前面的肉馬再繼續往前喔 給對方壓力是OK的 這裡是一個蠻好的示範喔 就是其實遇到對方棒棒開局 或是槍兵啊 過來燒的時候 你不用那麼早去補下射箭場 而是可以先直接打一個 肉馬爆 然後給對方壓力 然後家裡重要的住院點先圍起來 只要讓他不越過城鎮中心喔 就是一件好事了 那馬札爾這邊前期打得非常漂亮 雖然剛剛那一存可惜沒有拿下來 但至少也是弄到了馬來這邊的經濟喔 那還有點稍微混亂了一下 那這邊準備要來升到城堡時代 開始來挖金礦 農田的數量來到了12片田 那還有4個人在吃果子 開始轉一些經濟去挖金礦 那馬來這邊的部分 是很正常的4人挖金 然後轉小工的部分 馬來的話主要還是打工兵部分比較多 因為他可以速升帝王時代 這個升級速度非常快 轉強弩的話更快可以成型 而且也是馬來常用主力的單位 好 馬札爾這邊肉馬出的數量非常誇張 九隻的肉馬 想要靠到這個房子衝進去騷擾一波 好 這邊防射可能要被打掉了 這個房子 哇 就還是被打光 畢竟有異攻加成 傷害死實在是太痛了 這就是馬札爾很厲害的地方 好 那這邊主經被控的關係 這裡被迫轉出了射箭場 要按一下毛兵 先按個毛兵防一下 正面的部分繼續用肉馬給對手壓力 只要讓對方雙線騷擾 對方就會失誤 就像這樣子 直接種到了城鎮中心 然後自己要趕快把村民再繼續放出來 然後後面的部分 直接 我拉了一隻村民直接圍死 OK 可以再補一個冰工廠 那馬札爾這邊 可能還要再補一些農田 補到14片田左右 會更好一點 因為他這邊肉馬出的太多了 而且這邊轉毛病 肉類一定會消耗得比較嚴重一點 好 結果這邊有點失誤 損失了兩隻肉馬 剩下五隻肉馬在前方就去騷擾 弓兵的部分呢 是繼續有在出 毛兵的部分繼續按 好 冰工廠冰工廠有沒有下呢 還沒有 OK 弓田繼續補 這是幾片田 17片田 OK 他直接把果子的村民也轉成農田 好 本來42 現在變成再加5片田 17片田 OK 農田的肉量也補正了 那待會就去出這個毛兵喔 再加上這個挖黃金的村民 點下冰工廠 就可以來升城堡時代了 那這個異級色到底要不要投資喔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喔 滿適合點下去的 對 點下去了 為什麼這個是很適合的 因為現在對方的工兵數量 已經威脅到了他的主金的部分 他有可能會因為自己的金礦被控制住上不去了 所以要趕快來挖附金喔 那個下面金趕快來挖一下 那毛兵也是不能斷 哇 這邊毛兵被抓掉 攻兵射的速度還是很快的 那這邊肉馬 我覺得可以繼續出門喔 不用再待在家裡 對對直接出門 那肉馬出門是要給對方壓力喔 只要讓他有壓力的話 前方可能會失誤 一失誤的話 自己就有機會可以反打 那這邊馬炸要試好 是要不要再補下一級的工兵鎧甲 欸 他點的不是一級射 是一級的工兵鎧甲 欸 怪怪的喔 哇 一級射不點喔 這麼偷的 好 有工兵鎧甲的話 雖然滿能抗箭矢的 但是 射速還是有點慢 對方已經展出了一些肉馬 想要來打下前方的毛兵 看這幾隻肉馬 沒有找到機會可以進去騷擾 這裡是不是有個洞 看起來是有洞的 好 這邊毛兵繼續給壓力 收掉肉馬 好 支援量來說 馬炸的肉已經來到了 可以生成寶時代的 肉量 但是沒有足夠的黃金 好像被控金的關係喔 真的是有點慘 肉馬繼續升壓 撞到了城鎮中心 沒有控好 這個就是讓肉馬 讓對方出現失誤的一個緩解 這四隻肉馬就有做到事情 即便這裡一村 可能都沒有殺到 但還是有做到一些事 他是不是拿到一村 這裡怎麼又有一個1 好 那這邊兩邊都升到城堡時代 大馬來這邊的優勢就出來了 升城堡時代非常快速 只需要剩下30秒 就可以升到城堡時代了 時間差距約為1分鐘喔 1分半左右 好 那馬薩爾這邊是點下了馬凱科技 補下了一個品種 大不了了轉騎士了 那這裡沒有補一擊射 稍微反打了一下弓兵的血量 不然還是要補一根劍塔在這裡喔 這個 主進的位置真的很差 那目前看到對方 馬來人已經點下了奴兵的升級了 那這邊除了升級奴兵之後 馬上就產出了毛巷夫喔 開始要來打這個大象 那城堡時代打大象 其實是很傷經濟的一件事情 而且效果可能也會不太那麼好 那如果你後面有搭配弓兵的話 其實是OK的 因為弓兵可以打對方槍兵喔 對方只要沒有大量槍兵的話 大象堡是很難擋得下來的 好 馬仔亞人這邊用弱馬去右邊繞 看能不能抓到老頭或村民 但對方這邊圍得很快 把自己的村民給守住了 好 這邊弓兵稍微往後拉一下 毛兵想要往前偷點奴兵 那第一時間攻擊的是門兵 民兵直接被打掉 又一隻奴兵被收掉了 好 這邊毛兵高打低 看來是要鐵人心要換掉這一坨的弓兵了 好 這邊繼續往前走 好 奴兵一直往前走 是為了讓毛兵不能攻擊喔 因為毛兵有這個最小攻擊的限制 好 那毛兵最後剩下四隻了 這邊只要能把這個奴兵犯光的話 自己就可以轉槍兵喔 去防守對方的大象 然後這邊還是轉些老頭去招搶馬來大象 那馬來大象有個比較奇妙的特別 好 雖然大象很便宜喔 但是他有這個異端邪數 其他的大象文明喔 是沒有異端邪數喔 這也算是馬來人的一個比較特別的特色喔 所以對於招搶這件事情 其實沒這麼害怕 但是如果 被打到了一發 又又一發 好慘 村民 那我躲掉 可以 好 拖駛車壓了過來喔 那馬扎拉這邊就會變得很難打了 好 肉麻繼續向前騷擾喔 三隻肉麻到處繞 但這邊已經偵查到 對面開了三TC 準備要來轉容了喔 那自己也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買了一百石頭的樣子喔 好 這裡補了一個攻擊七隻到處喔 好 大象的數量目前是五隻 後面加上三隻老頭 攻兵的部分喔 沒有繼續續喔 好 這邊開始轉容的部分 所以兵可能會稍微斷一下下 然後趕快 讓三TC運轉起來喔 好 這隻東西這邊蓋好了 然後這邊拉了四隻村民去吃野味 這邊錄取其實蠻近的喔 好 三隻肉麻就是在上面繞 哇 這個肉麻一直有帶出 一直給馬來家裡的壓力 好 拖駛車長了一發 換掉一台拖駛車 這邊應該可以再排掉一台 沒有問題 自己應該可以活得下來 好 拉一隻村民過來修一下 哇 這一波看起來馬來出現了失誤 好 這邊點一下了輪軸技術 好 三隻老頭沒有這個就除思想 然後往後撤一下 好 好大象直接衝過去 不爽了 找個頭死車太囂張了 好回去打一下 唉唷 後面大象反召回去 唉唷又變回去了 你召我我召你 這個老頭可能跑不掉了 壞逃啊老頭 好後面三隻僧侶也在著牆 想要把這個大象拿回來 哇 又躲了回來 哇大象數量越來越多了 這裡馬達爾 沒有 槍兵 就會很難打 但這邊老頭直接被 四隻的 五隻的肉馬收掉了 但是家裡已經被各種大象亂竄了 好 馬薩爾要被秒殺了嗎 這一波看起來不太妙 這個大象爆打得很兇啊 好 這邊老馬還在繼續出 繼續出 老馬是件好事嗎 老馬是不可能打得贏大象的 好 老頭繼續 去招搶 好 這邊稍微擋住了這一波的衝鋒 後面老頭一出來就被繳掉 好 從此也是直接被 肉馬給拆除 但沒有關係喔 大象就是工程器 馬達爾這邊 一直用老頭去招搶對方的大象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當然也要把對方老頭解決掉 那馬達爾這邊策略 其實算是蠻心意的 不是單純的使用自己的槍兵去解決大象 而是用老頭 但是用老頭招搶對方的話 對方也可以出老頭出來反招回去喔 就像剛剛那樣子 但如果自己有出肉馬的話 對方老頭存活率就會很低喔 就不太好招回去了 馬達爾可以延續接下來的招搶攻勢的話 可以是把馬來這邊的兵給壓回去的 然後這邊也是默默開下了3TC 在下方開農了起來 好 後方的老頭又再招搶回去自己的大象 欸 那還是招走了 好 後方若馬趕快拉走 自己大象 趕快往前繼續往前送 馬來這邊覺得有點受不了點下的最俗思想 想來招搶對方的老頭 那這個老頭 點那個科技我覺得是有點貴喔 因為點那個可以點救出思想475了 點那個最俗思想的話 要325黃金喔 也是很貴的 好 這裡十隻肉馬 直接抓到了後方的挖黃金村民 這邊打出了一些經濟差距 抓到了蠻多的村民的喔 哇 剛剛那一波還以為馬來人要直接把馬達爾給秒殺了 結果馬達爾開始有點反打回去的跡象了 好 在這裡也補下了奇兵的跑術 還有神聖思想 增加一下老頭的存活率 那馬來這邊還是要繼續補這個最俗思想 最後還是想想 好還是研發一下 剛剛取消掉了 然後又研發了一次 好馬來補下了跟蹤技術 增加一下大象的跑速 後來機動性太差有點難使用 好 稍微用老頭補一下這邊大象的血量 好 洛馬直接往前砍 砍掉了一隻 這裡有更多大象補了過來 目前大象場上數量有18隻阿 光洛馬數量也完全比不過這個大象的產量 更不用說正面喔 正面是完全打不贏的 這個洛馬 好 洛馬繼續用自己的機動性的優勢喔 砍掉了更多的村民 村民差距是由83村打上60村喔 馬來這邊經濟非常不好 TCDelay來到高達15分鐘喔 這個是不是忘記編隊呈生中心阿 為了出大象而斷村喔 這樣是一個不太好的示範 好這邊洛馬過來 收掉了老頭 老頭第一時間倒地 這個老頭沒有收掉 結果自己的洛馬被夾在大象中間 直接被處理掉了 後面有更多老頭走過來 而且竟然這樣有罪俗思想了 可以招藏對方的僧侶 趕快往後跑 好 但是衝車跟大象壓力非常大 到底馬來這一波能不能一波帶走馬扎爾呢 還是要轉均勻了嗎 馬就 還在轉騎士 騎士 騎士 照理來說也是打不贏大象的 好 這一波要衝鋒了 這一波不管了 這波不衝的話就沒機會 好 後面五隻老頭還在招牆當中 好 因為招牆速度有點快 但是老頭也是把自己的招牆 招到對方的騎士身上 這邊利用自己的村民去打衝車 但是有點扛不太下來 大象的這一波壓力非常大 還有十一隻的大象在場上 但是衝車已經順利解掉了馬大這邊城鎮中心 馬大這一波可能要再起不能了 而且出來的騎士一直被招牆掉 這邊衝車繼續給壓力 騎士一出來走到中心點集結點 但是沒有去找老頭 這邊大象跟肉馬 第一線去抓掉後方兩隻的老頭 中間好一隻老頭能夠解掉嗎 這隻老頭在戰場中間 開始傳教 信主吧 趕快回改吧 看來要回改的是這個老頭 怎麼可以站在戰場中間呢 太狠了 好 右邊的大象也是直衝馬大的城鎮中心下方 但是正面的城鎮中心已經被解掉 這邊臭米蘇也是損失掉了一些 好正面非常多的農田 可能要找個機會奪回來 看老頭的數量雖然變少了 但大象數量也變少了 好 茅香夫這一波已經解掉 但後面有更多的大象都走得過來 但馬大這邊沒有再繼續產出老頭 好 終於解完衝車 開始就產出騎士 要來跟大象對拚 這樣OK嗎 好 除此之外 還是拉了一些騎士 到處騷擾 哇 這隻肉馬很可惜喔 沒有打村民 好 但城鎮中心快不行了 趕快拿一些騎士過來反擊一下 但騎士要反擊回去 其實很困難 還是拉走 不能打 好 這時候馬薩爾總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升級中研發好 遊戲時間來到40分鐘 所以我們轉出了槍兵科技 騎士的部分開始往外送 不要在家裡發呆 去砍對方村民更實際一點 好 這裡趕快回來複根一下 村民有拉回來 好 這邊轉出了更多的農田 但城堡部分差點就挖好了 遇到130頭 差一點點而已 好 點下1級射之後 攻擊力稍微提高一點 打大象稍微有點傷害囉 這真的是只有稍微而已 好 家裡的騎士還在繼續砍馬來村民 馬來這邊損失慘重 直到城鎮中心防守 還是被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村民差距已經來到87吋對67吋 剛剛那一波 感覺是馬來大賺 結果這一波被反打了回去 馬來這邊村民數已經差距 約20吋左右了 這邊重裝長槍兵再依序補了過來 想要給到更多的大象壓力 這邊大象確實也被戳掉了幾隻 大家這邊補下了步兵的鎧甲升級 這裡補步兵鎧甲 不如補更多的軍營會更好一點 好 戳一下 老頭 應該是戳不死 唉唷 還是戳死了 哇 導光 步兵鎧甲升級好 防護變成1點了 矛相符是12加1 13攻 所以點了1攻之後 大象還是可以透過攻擊力 打大概5下吧 還是可以打掉一隻槍兵的 所以升防禦力 主要是要來防對方的毛兵 或是攻兵 而不是防大象的傷害力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馬來這邊經濟又開始復甦了起來 5個城鎮中心 直接開動 但是TC delay 來到了26分鐘之久 這就是為什麼我常常在影片裡面講 馬來不太適合在城堡時代裡面 出毛巷夫這個單位 你可能出一出自己就斷村 然後結果雖然你有這個軍事上的優勢 但還是很難重創對手的話 那自己的村民可能就會斷村斷得很慘 甚至會有這個TC delay發生 村民落後的情況是會有的 好這邊大量的槍兵 直接衝到了城鎮中心附近 大象直接被迫防守 馬來這邊點下了二級的伐木 這邊肉馬繼續往前 二級射也補下了 有二級射的話 肉馬可能會死很快 那馬來這邊經濟開始過好了 他也不想要只往前衝了 他發現防守開榮 反而對自己經濟更好 哇村民術確實也追上喔 96村對上85村 反而是馬炸這邊 開始有點村民落後了 因為城鎮中心只剩下一棟 完全比不上五棟城鎮中心開榮的速度 好這邊老頭一出來又被抓掉 這個修道院只要再按老頭了吧 這樣到處都是敵人的情況下 出老頭有點浪費錢 好馬炸這邊補下了二級農田 開始把自己的經濟固好了 好這邊總共有四五片田 非常多 當然馬來這邊已經開始慢慢轉出了弓兵囉 有弓兵的話 對方槍兵喔 就沒有這麼好 可以繼續往前壓制 那馬札爾這邊多線打得很漂亮喔 一直有肉馬在往後面到處騷擾 好又抓到幾隻村民 馬來村民又再下降了到95隻左右 馬札爾這邊村民的速度已經拉到105村 經濟越來越好了 哇這一波沒想到馬札爾復古的速度這麼快速喔 真的是蠻厲害的 好這邊看到對方要來蓋城堡 好第一時間在前面蓋了一棟城堡 想要來阻止對方直接壓寶 這邊拉了更多的長槍兵跟肉馬 到了前線作戰 想要阻止對方把城堡蓋好 感覺也是有機會的 29村 這邊是22村 大槍數量越來越少 王兵也在射擊 對方的長槍兵 好城堡已射好 攻擊的是對方村民 好村民差距被打出來 113村對上81村馬來人 大象也在中間已經損失大部分的數量了 只剩下一隻大象活了下來 好馬札爾在這邊按了自爆桶 想要去炸對方的城堡 但後面馬來馬上補下了工程器製造所 想要來出衝車 好上方也在出衝車 看來他們要來決一死戰了 我覺得這邊不用出自爆桶吧 這邊自爆桶出一出 感覺還不如趕快生地龍時代 然後石頭繼續挖 後面再補一個城堡出巨頭 那如果馬來這邊轉衝車的話 這邊可以按一台投石車出來防一下就可以了 馬札爾這邊是沒有補工程器製造所在後面的 所以這個城堡可能會有點危險 因為投石車可以在這個高地 高打低打這個衝車 好 馬札爾這邊可能沒有餘力 在忙著打多線 去做這件事情 好 帶馬來這邊也是準備了爪盪勇士 他可能也預測到 如果你出頭車 我就用爪盪勇士去抓掉你投石車 旁邊都是各懷鬼胎 都在準備好 做一些防守反擊的事情 好 帶馬札爾這邊已經快要升到帝王時代 城堡也要快挖出了新的移動城堡 就約有25吋而已 這邊強兵一打二成功 剩下一滴火了下來 雙方的肉馬也還在騷擾喔 我們繼續蓋 馬來應該被多線打得很煩喔 好這時候馬札爾突然點下了銀貫技術 科維尼安軍隊 這個科技點下之後呢 馬札爾標騎兵喔 就不需要黃金喔 然後變成 變成肉馬等級了 但這個肉馬呢 血量居多喔 而且攻擊力不錯 打工程器 還有這個額外傷害加成 所以馬札爾爾這邊 轉這個科技還蠻OK的 好 電用時代還有五秒鐘 但是對方馬來人持續給壓力 這邊有更多的抓狼種事已經跑得出來 好這邊再補一個城堡 那有沒有可能會直接被毒掉呢 唉唷第一時間上去把衝車給打掉 然後開始把肉馬往後拉 再來衝車還活著 大象要不要往前呢 好這邊槍兵數量很多肉馬也是 這邊可以往前走 第一時間升級的是槍兵跟肉馬的 三級馬海的升級 好結果銀罐點下去沒有再出寶兵 好肉馬直接到了後方 砍爆了後方的工兵單位 免費的三弓就是特別厲害阿各位 哇這個三弓傷害好痛阿 7加4的傷害 工兵直接被大量砍爆 工兵的數量一直起不太來 那馬來這時候也快要點下城堡 帝王時代了 好更多的槍兵繼續往前走 哎呀差一點就錯得到 很可惜阿沒有拿下來 好這時候補了一個巨型偷知機 準備要往前拆除了 好衝車開始往前 這一台巨頭有機會拿得下來嗎 好衝車開底 兩隻肉馬開始拆除 好這時候槍兵都有升級好到極兵了 後方肉馬也在持續上路當中 馬大這邊多線一直打得很漂亮 好但是巨頭終究還是守不住 因為大象也能拆除巨頭的 好剩下一滴血的大象該要解掉 好後面的城堡沒有人要再修理 直接棄守城堡 終於把正前方的領土給拿了回來 馬扎的標騎兵這場居然沒有出現 好這邊繼續轉更多的弱馬 好這邊賣了一點木頭 想要來轉大弱馬的升級 插一下30黃金而已 弱馬繼續往前走 好剪下大弱馬的升級 直接弱馬爆 他也不想要打寶兵了 他可能覺得弱馬量產更方便 確實是如此 城寶兵本來就是量產不易 OK那這邊弱馬繼續往前 升到帝王世代馬來人 開始轉出了拇指環 想要來打強姆一波防守 當然強姆這邊要打贏大弱馬很困難 因為數量現在不夠多 至少要2到30隻 才有可能打得贏 雖然升到帝王世代馬來人 最終還是打出了GG 哇馬扎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城寶是在扛下大象爆之後 這個城寶壓制也是很順利的反擊回去 雖然自己城寶掉了 但是他也是不疾不許的 蓋下兩棟城寶最後進行的防守 然後再用自己的大肉馬 一直去後面給馬來人 一個沒有辦法安穩開農的環境 那他一直必須要顧後面 沒有辦法專心往前打 那如果對方直接冰隊之後 也在家裡也聚集一波的槍兵 跟弱馬進行最後的反擊 黃金兵種用的並不多 但是卻打得非常精彩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馬來人這邊 拿下黃金的勝利 但是其餘的資源都是輸的有點多 木柴營輸的快要4000 食物的部分則是輸的快要6000左右 那整體看起來 馬上這邊經濟還是好一點 最後馬來人剛剛5TC 直接開農 剛剛馬上只剩一個TC 村民樹稍微有點追上 那馬上這邊 還是馬上補下了3TC 再繼續回農 所以經濟量來說 並沒有差距太大 反而讓馬來人這邊 村民樹一直下降 這個多線騷擾的關係 被迫轉出很多的單位 在家裡防守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最後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